臺灣教改很多年 但是有很多家長 仍帶著孩子要真相擠 私校窄門 事實上台中市有上百所公立中小學 近年來實施了雙語教學計畫 投入的資源跟成績 是比私校更亮眼 外籍老師的聘任人數 也是全國指貫 唱唱跳跳律動課 國小學同盟跟隨台上老師指令 轉圈圈跳舞 但你沒聽錯老師指揮的口令 講的都是英文 這些動作單字 事先教過同學 而律動過程 就是在一個全英語的環境中 不只舞蹈課 包含自然科學或是生物課 甚至是音樂課 通通可以透過全英語教學 搭配外籍老師 讓同學們學習 彷彿身在國外鄰國界 連校長到前置上陣 全程透過英文跟同學解說 人人聞之色變的新冠肺炎病毒 還有防疫的重要性 搭配時事議題吸引同學們的好奇 即便是用中文以外的第二語言講解 同學們依舊聽得很專注 台中市有多所國立中小學 透過沉浸式的教學 從不同領域的課程中 學英文 營造出全方位的外語學習環境 不少家長都說 這樣的課程安排 不用砸中金 送孩子去雙語私校 也可以提升小朋友的外語能力 學生也都很有興趣 甚至在學期末 還舉辦了雙語教育展 讓各個學校互相切磋競賽 台中市有103所公立中小學 110學年度都推動雙語教學計畫 除此之外 每個行政區也都有聘請外籍老師 這兩項指標都是全國之冠 多一種語言 多一層視野 期盼學子不管公私立學校 有相同的教育資源 增進雙語能力和競爭力 讓人生未來的路有更多選擇 今天週末 東三 台中報導